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的晚上,沙特爾即繼續有好戲上演 領頭羊希拉爾著客挑戰艾利亞德 艾利亞德實力始終有限,目前排名積分榜下游 今次面對連戰連勝的希拉爾,艾利亞德無力搶分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艾利亞德今季整體表現未如理想 他們並非沙地積前往五大聯賽大訴貨的一員 所以競爭力都顯得有所不足 行好上將擊敗艾奧客多全取3分 令艾利亞德暫時以5分的優勢脫離降班的威脅 看看艾利亞德前22輪聯賽所贏過的對手 艾維達、艾卜哈、伊蒂法克、艾塔亞文、 達馬克以及阿奧哈多 未有一隊是目前聯賽積分榜前三的隊伍 首循環著客面對希拉爾時就慘敗1比6 就算金將擁有主場之力,艾利亞德都難逃一敗 雖然陣中最大牌球星尼馬達斯華重傷 金貴沙地積只出戰過三場 但希拉爾依然表現得所向無敵 目前以20勝兩和的不敗戰職 在聯賽積分榜上搖搖領先第二位的艾納斯 22輪過後,希拉爾昆祥聯賽能夠攻入超過三球 正所謂最強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他們昆祥失球只有0.5個 前鋒亞歷山大米道歷如同坦克班摧毀對手後防線 他今季沙地積攻入了19球 絕對有力追趕目前神社首榜排名首位的基斯坦努朗拿道 另外,亞冠聯半種決賽首回合2比0擊敗伊蒂哈德 球隊晉級準決賽的乘數大針 所以無需在本輪聯賽流力 多謝收聽,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吧!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